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炮新闻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给个说法 民间思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 施红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 今天我们有很多题目 其中一个题目是大法庭 大法庭开过一次庭 开两次这是第二次 这是刑事的第二件 第二件裁定出炉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涉及到什么样的议题 张二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来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本件所涉及的案件事实内容 本件的那个被告梁先生 他所持有的第三级图品凯他命 其实是一个绰号叫水哥的人所有的 然后这个梁 水火的水 对 一个水哥供应了梁先生一种第三级的图品 对凯他命 就是我们说的类似凯他命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这个梁先生他为了就是要筹款去营救他有 因为他有一个朋友在马来西亚遭到逮捕 他必须要筹款去救他的这个友人 然后他就把这个毒品据为己有 然后把他同时也把这个毒品贩卖给别人 所以他的这个梁先生这个行为 他就构成刑法上335条第一项的普通侵占罪 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四条第三项的贩卖三级毒品罪 可是后来警方在侦办中 他其实警方是先发觉说梁先生是犯了普通侵占罪 后来是用具体就是把梁先生抓来之后 到案的时候梁先生在做笔录的时候 他主共供出说他有贩卖毒品的事实 所以警方才后来才用针对说贩卖毒品的部分 再去做侦办 等一下侵占是轻罪 对 可是贩卖毒品却是重罪 对 是吧 轻罪被抓 但是他却供出来他犯了另外更重的罪 对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是为了要减刑吗 对 其实这会涉及到自首的认定的问题 但刚才提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梁先生他其实最重对自首 可是最重对自首的话 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自首要件 这就是本案大法庭要处理的这个法律的这个争议 首先来讲我们刚才就说过 梁先生他是以一个行为 他先侵占这个毒品 然后再把毒品贩卖掉 所以他构成普通侵占罪跟贩卖第三级毒品罪 但是普通侵占罪的部分已经被警方发掘 所以他就不符合刑法第62条自首这个规定 但是就他贩卖第三级毒品罪的时候 其实是警方还没有发掘 是他主动供出 然后所以这种情形到底是不是适用 所谓的有没有刑法第62条自首规定的适用 在我们传统的见解里面 因为我们刑法第55条的有规定 一行为触犯述罪名者从一众除断 意思就是说当你像梁先生这种情形 他触犯了侵占罪跟还有贩卖毒品罪 然后毒品罪相较于侵占罪是比较重的话 最后面法院判决的时候只会判说你犯了毒品罪 而不会在判决的主文 那个侵占你不管了 侵占会在理由里面交代 可是在判决的主文里面他不会交代 意思是说法院只会写说你判了贩卖毒品罪处多久 可是针对于侵占罪的部分 只会在判决理由里面说你有判侵占罪 可是依照法条的规定 我只论以你贩卖毒品罪 可是因为我们实务上以前最高法院在73年的一个旧的见解 认为说像这种一行为的这种想象性合犯 什么叫一行为想象性合犯 一行为就是简单来讲就以梁先生这个来举例好了 他这个毒品是我持有这个毒品 我先把它侵占之后再把它拿去做贩卖 所以这个在行为上来讲 他们前阶段的这个持有这个阶段的行为其实是重叠的 就是他侵占罪的这一块跟贩卖毒品的这个 有前面的有个部分是重叠的 因为我要先侵占之后才能把它拿去卖 在法律上的概念是这样 所以他们所以法院都通常只会认为说 你是一个行为可是构成两个罪名 那像这种事像这种案件呢 以前的实物见解都认为说 如果你有全部事实还没有被发掘之前 你只就一部分的犯罪自首的话 就会发生全部自首的效力 意思就是说假如是要向良先生这种情形 他在还没有警方被发掘之前 假如说我先救普通的侵占罪先自首 可是就算后来警方发掘说 你还有犯有所谓的贩卖毒品罪 可是在以前的实物认定里面 你是全部都自首 对 可是反过头来讲的话 你只要说你其中一部分已经被发掘了 就算你后面就有重罪的部分自首 实物还是认为说你已经全部被发现了 就是这个实物见解的 之前救的实物见解是这个样子 后来回到我们大法庭的这个裁判的见解呢 他最新的见解是认为说 第一个在轻罪的犯罪事实 如果先被发掘 就是重罪犯罪事实再后的话 法院虽然说从一罪处断 但是因为重罪有自首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可以依照 来自首来检查 就像良先生 对就像良先生这个样子 那假如先被发现的是卖 就是贩毒 那么前面的侵占他人的所有的财物 不论他是不是毒品 都是比较轻的 然后也都无关紧要 对不对 应该说 就像刚才说的 假如说重罪的时候被发掘 然后轻罪我自首会发生什么样的效果 大法庭他这边也做出一个见解 他是认为说 法院还是要从这个重罪 贩卖毒品罪来做处断 因为重罪没有自首 当然不能依照自首减刑 但是因为你轻罪的部分 你毕竟你主动攻出来 所以法院认为说在良行的时候 可以认为说你有悔改的意识 所以他还是可以以犯后态度良好 在斟酌那个行动 对所以理论上来讲 有点好处就是 对对对 就是你只要自 你只要坦白认罪的话 东南都是有好处的 对 这是大法庭的第二件裁定出炉的案件 是的 好接下来是中和的警察 有踹头的这个事件 踹人家的头 对 踹少年的头 我们来说一下 你具体的描述一下 有点像MMA 是这个 这个其实是最近算是 网路上非常热门的一个刑事案件 这会涉及到说 是不是警方的私刑 是不是有滥用私刑的问题 简单的跟大家 不是综合格斗计 不是 他不是综合格斗计 但是过程真的有点 有点 有点像 对对对 好 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 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案件事实 在4月7号晚上 有一名16岁的青少年 他其实开着车 载着三名友人去 就去出出游 然后刚好遇到新北市中和 中和分局的国王派出所 他们当时在执行 一般的路检 但是不知道是因为 驾驶这个少年 可能是因为他是无照驾驶 然后他心虚 所以他当时警方向他燃停的时候 他其实是没有停车的 他其实就是要躲过 躲过警方的那个燃截 然后而且他当时还有逆向 逆向行驶 还有闯逃 跟这些的违规 对他反正就 蛮严重的 对他就跑给警察追 然后警察就真的后面 他就沿路去追 去追这个 这个青少年这个驾车 后来在两分钟左右 他就是被 就拦下这青少年 当时依照警方的说法 他们 虽然少年被追到之后 但是他们仍然拒绝下车 这时候警方 他就是用强制力的方式 就把他们四个人拖下来 但是拖下来之后的事情 就是本件的 比较大的一个争点 因为警方在拖下来过程中 有跟青少年有发生一些口角 而且吵架声非常大 当时他们 我看那个影片 他们其实是在一个巷口 然后隔壁两边都是住家 当时就有住家的民众 在用摄影机还是用手机 去把他们相关的过程 都有把它拍成影片 对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影片的画面 简单跟大家陈述一下 在这个影片这个画面开始 这个警方其实是有五个人 然后影片中 四名少年 其实都已经被制服趴在地上了 然后其中一个园警呢 就把那个先趴在地上的少年 我们简称他是A好了 就把他用力抬起他的那个头发 就把他拉他的头发缩 逼他 然后刺贺他说 你是在干事干还是在干头投胎 就是对于小朋友这个 应该说少年 他们驾车逃逸的这种行为 就是有喝斥他 结果另外一个警员呢 就命令说 另外一个趴在地上的一个逼少年 叫他说 趴在那边那个给我过来 就逼少年他就听从远警的指示走过去嘛 但是靠近一个远警的时候呢 那个远警突然间就 就是揪住那个逼少年的衣领 就把他用手直接把他往地上摔 然后逼少年就摔到地上去 然后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旁边的远警就是 好像就是情绪比较气氛 就是说过来勒 就是用走的勒 意思就是说 应该用跑的 对 有可能 走得太慢了 对就是觉得 逼少年不应该用走的 这话听起来像流氓讲的 比较不像警察 对就是对后面还更 更是比较特殊一点就是 那时候因为逼少年 已经被摔倒在地上了嘛 然后一名远警突然间就走到逼少年的 那个旁边去 然后用他的右脚 直接往逼少年的头上踹下去 真的是踹下去 就他因为他踹下去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才说是 他旁边是高楼那个住户嘛 有住户就看到这种情形 当时那个住户就 就有听那个影片有声音说 你们是在冲什么 在打鸚啊 就是有这种的说法出来 结果警方听到之后 他反省没有反省 他反而跟那个住户对抢 他抢说一句节 你在看三小 就是类似这种说话方式 然后还叫那个住户说 你给我下来 你给我下来 然后我听到住户说 不然你上来 就是有点像是对抢 这在影片中都有呈现出来 而且他们就是不断叫嚣 然后叫嚣到一段的时候呢 才看到远警才开始说 要查验这些少年的身份 后来就是因为有这些事情 然后住户呢 就把他们刚才 我刚才说的这些影片内容呢 传到那个网路上去 后来综合分局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 他就针对那个踹的那个远警呢 他就记了他两只神戒 就是但是特别一点是你知道吗 在隔起天之后 那个新北分局的那个局长 陈世文局长 居然跑去颁奖给那两个踹人跟拉头发的远警 认为说他们维护治安有功 就这个行情 他这样的话是不是在惩处上 就会有后宫抵前过 对 因为我后来我还包奖你 这样的话你前面记的申戒就 就被抵消 而且其实某方的两行看起来是奖励你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有在那个综合警分局有个 有一个FB的粉丝团 叫做综合警好战 他还特地把那个分局长跟远警拍照照片 直接po在那个那个FB的那个网页上 帮派老大对小弟 手作手为胜表满意 对结果 那个表现完全就是帮派老大 对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这样做 其实引起很多 后来这个事情在法律圈就传开了 很多法律员不管是透过网络或透过自媒体 就是针对这个部分有去做一些散布出去 有做一些质疑 那不过我们先回过头来 我们要先确认说 到底综合分局国防派出所这个做法来讲 是不是经得起 他有没有过当 执法过当 所以我们要先看一下 在我们法律的规定里面 入检的证章程序 因为综合警分 那国防派出所他们当时是要做一般性的入检 然后依照警察执行司法 以及他们的那个执行入检栏查身份的查证作业程序 他在这入口设置这个入检点的时候 假设说原则上来讲 只要经过那入口入检点 他们就可以针对那个车辆去查验驾驶人的身份 这是最基本的 那假如说你有逃跑或是不服从拦检的话 警方他那时候可以用手势或用口哨 或是用民警笛的方式请你停下来 那假如说这些你都不做的话呢 假如说你做的话 当然是他第一个动作还是要做查验身份 那假如说你都不做的话 警方他就可以后续去做类似追气的动作 那甚至可以呼叫警网来做支援 那重点是说当我做这些动作 我帮你拦停下来的时候呢 警方这时候他 第一个他可以要求驾驶人熄火 那假如说他认为说有合理的危险性的时候呢 他甚至可以要求这些全客都下车 然后去查验这个车辆的有没有问题 可是不管怎么样 他要回过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当时在执行这些勤务的时候 我第一个勤务 我所要做的目的是要查核身份 可是警方这些他们 在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些案例中呢 他其实都是先把人踹完骂完之后 他才查核身份 所以在这前阶段 其实警方前阶段这些行为 完全跟法律的依据 就是完全没有法律的依据 可是他们却这样做了 所以这一块 警察这样做究竟是为了 逞他自己平常的威风 或者他真的还是有一些安全上面 要先威责压制的必要 他们判断 其实这个案件出来之后呢 我就有看到一些新闻媒体 或是一些民众讲说 这是警方强势的执法的作为 我们应该给警方类似一个鼓励干嘛 可是在我认知里面就说 警方强势执法不是不行 可是他要与法有据 既然在画面中呈现 其实警方的人力是有五人 而且四名少年都已经被警方压制服 压制在地上的话 这时候其实警方强势执法的作为 已经呈现了 是不是之后还需要去对拉扯少年的头发 并且踹少年的头 这些我认为都已经逾越 所谓强制执法的作为 好的 那这个事情又如何解决呢 目前或者是有没有任何人出来 做某些呼吁 其实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施改会其实立即有发了一个新闻稿 那我简单来讲 施改会我们的针对警方 这个执法的立场 我们有几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呢 应该要彻底检讨 并公开调查报告 意思说就本次的这个 我们认为是有可能有涉及到滥权 施行的这个部分呢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呢 应该要去做一个公开的一个调查 那第二个我们认为说 踹少年头的这个行为呢 有可能构成公务员执行职务的伤害罪 所以新北地检呢 应该要对于这种不法的暴力事件 要主动来开启侦查 最后一个是因为我们认为说 因为其实第一线执法的压力跟行为表现呢 通常不是个别远景情绪管理适当的问题 而涉及到整体的绩效制度管理文化 还有宪法素养训练等等的问题 所以施改会这边是认为说 内政部及警政署应该要负担制度改革的责任 建立依法行政执法的环境 好的 那听起来好像还是一篇官样文章 其实后续有一些比较有趣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好了 其实这件事情后来被立法委员知道了 立法委员其实有公开去咨询警政署 然后而且立法委员要求说 警政署就是将这些涉案的五名园警 因为他们园警通常身上都会有带 那个所谓的密路器 能够更明确的还原事发的经过 就在立法委员咨询的时候 那个警政署的代表就回答说 因为刚好当时行情比较紧急 所以那个现场的那个市民的园警 都没有打开 可是有一个在车上 五名园警都没有打开 然后另外一个在车上的那个 就是他们那个行车记录器呢 是朝向另外一个方向 但是这一个有趣的地方 实际对证 不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不是有影片吗 然后就有有一些比较仔细热心的民众 就去看 有一名园警身上的衣服 就是在衣领这边 其实有闪着绿光 那就表示他是有有录 对就是至少从影片看出来 应该是有 可是警政署 这个事情就大了 警政署为了包庇属下 撒谎 像立法院的立法委员撒谎 当然我们不能确定是不是撒谎 但是就是有民众质疑 你明明身上那个东西就是 密露器的灯光 但是按照警政署 我看那个立法委员他的那个脸书 他是说警政署跟他讲说 那个当时是都没有开启 可是就是就我们一般的经验 他明明就是看起来应该是有在运作的过程 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许不愿意提供 这是比较特别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要继续追查 对我们在司法会的立场来讲 我们认为这一定要 就是要严正的去调查 并且公开那个调查报告 好的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我想很多人都会胆战心惊的 不见得自己经历 但是会害怕 什么呢 你万一有罚单没有交 或者你有一些跟衙门 我们讲说公家机关 有一些制纳金没有交 对不对 他可以封锁你的户头之外 现在居然有一个案子 一万八的罚单没有缴交 他的两百五十万的房子被罚拍了 前台大法律系的教授 帮助这个受害者来声明意义 是不是有这么样一个案子 这个也是最近发生了一个案件 其实我看有些报纸的标题是说 是不是官僚杀人还是依法行政 可是我们还是先回归到案件事 跟大家做报告 其实在基隆市有一个叫陈清旭的男子 他因为基欠罚单没有缴 结果被基隆的监理站移送到行政执行署 宜兰分署 然后这个宜兰分署在105年收案之后 他就展开这个吹缴的工作 他总共有13次去吹缴这个的公文 当时都寄到那个他 那个陈信男子基隆的家里 然后都是由陈信男子的妈妈 去做签收的动作 但是陈信男子一直都没有去出面去缴纳 或是跟那个行政执行署去做 都签收了 对都签收了 而且他其实在同住的这个高 他的高中子女呢 也都没有看到这个公文 最后面这个房子呢 在107年2月27日的时候被查封 一直到108年8月26日呢 首次第一次法拍 结果到109年 就是今年的1月6号呢 才以第四拍135万的价格去拍定他 卖掉了 对卖掉了 然后可是陈信男子呢 就是以他说他的母亲不适智 而且他不知道这个法律公文的这个内容 而且当时 他家里其他的人 对他他也是说因为他们家里其他的这个母亲跟子女都不知道他有罚单的这种情形 好 这个案子 房子被拍卖掉了 拍了130多万 那个拍到的人也很衰啊 怎么办呢 稍后变个马上回来 台北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给个说法 民建斯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 施红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 方才我们说了 18000的罚单没缴的这么一个陈信男子 嗯 在基隆的房子 价值250万台币 是吧 那么因为这18000的罚单没有缴 催缴了他13次 对他总共我看资料的话总共平信记两次 然后11次都是用挂号的方式去记到 而且都是他的母亲 对他母亲就带手 但母亲不是字 对他主张说他的母亲不是字 好 那么结果法院把他就是监理所 是不是监理所 把他的房子拿去拍了 拿去法院 对 因为他监理所因为罚单没有缴 那所以一定要政府这边一定要吹缴 所以他拿到行政执行去做执行的动作 对那个单位叫行政执行署 对行政执行署 结果后来行政执行署就在今年1月16号的时候就把他拍掉了 不过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罚单18000跟一个透天错 大概250万的市价落差很大 所以承然就是向行政执行署去承行 然后这个并且惊动到那个前台大的一个教授 去质疑说 当时承姓男子这个他的房子里面也有这些家具啊 电器 你为什么不查封这个家具电器就好 而且他认为说你查封当时呢 你屋外也没有贴上封条 所以他只是用公文通知 在程序上也是有问题的 可是后来目前来讲呢 那个行政执行署呢他有提出一些问题 有提出一些新闻稿来去做说明 然后我看网路上有人去整理这几个新闻稿的一个争议点跟他的回复 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一个来讲他的罚还的室友 首先按照这个相关的资料来看呢 其实基隆这个承姓男子呢 他从95年一直到108年9月呢 合计总共有9驾 没有一车照行驶 无照驾驶 又不参加那个道路交通安全讲习等十多次的违规行为 而且其中有五次呢 是当场他被燃亭查获 而且是他自己亲自签收这个罚单 换句话说他不能说他不知道这个罚单 有这个罚单的情况 第二个他其实 就是说欠款是不是一万八 其实按照相关的资料来看呢 他其实 陈姓男子历年来累计的这个金额呢 总共是五万一千六百块 但是有部分的案件呢 因为执行期满以后不能够再执行 所以只剩下一万八千块继续执行 我听不懂 他没有缴交 对 他欠了五万一千六 对 但是为什么后来他没有交 脱过的时间就可以变成一万八 因为我们 可以这样吗 对 因为我们行政执行有个时效的规定 你假如说五年内行政执行都 比如说你罚单有罚单 然后可是我们五年内都不去吹缴你 时效过了 那个行政执行就不能再去做吹缴的动作 所以他后来为什么只剩下说一万八千元 是因为三万云元的这个规定 已经过期了 对过期了 所以他不是只欠一万八 然后如果假如说我们再宽欠的话 甚至他的一万八千元也要过期了 所以这个东西等于说他犯了就这么多的违规 他其实理论上来讲他可以一毛都不讲 所以这是大家是不是可以接受这种状况 等一下五万一千六 就算是这个数字也跟两百五十万也差 对 所以我们现在等下要跟大家报告 我先把这个程序讲完 在第一个来讲是不是说 他是不是有合法送达这个相关的这个执行文书 其实宜兰分属从一百零五年收案之后 他总共我刚才说过 他总共有记了十三次 然后两次是平信 十一次是挂号信 而且他都是由家人牵手 而且在这几年冬间 其实他们家人不是没有聚餐吃饭的机会 换句话说 这其实是有可能可以告知说 你有收到这个信件 可是他都完全说说他都不知情 这个东西是不是合理 这也是交由大家去 也很可疑 对也是比较特殊 那刚才就像张大哥讲的 是不是有其他比较 冲击比较小的执行方式 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万八 一个是两百五十万 可是行政局勤署 他当时有去查说 因为这个陈姓男子 名下这个户头里面 其实是没有钱的 而且他的车子 其实都是别人的 而且他也没有 而且他也没有薪资 因为他是说他是打零工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薪资 可以去执行 换句话说 查不到相关的财物 是可以去扣的 只剩下他名下 只有这一栋不动产 是比较明确的 然后第五个来讲是说 刚才台大教授有质疑说 房子里有洞产 对有洞产 你为什么不去做查封 可是因为我们强制执行法 有规定 按照宜兰执行署 他看到的这资料是说 他这些里面这些冰箱 还有电视机 其实都是旧的 拍卖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钱 而且像这种冰箱 这个是民生用品 按照我们强制执行法的规定 第一个 假如说你执行的这个洞产 他的卖的就价进 假如说不够清偿 这个罚还 还有执行费用的话 是不可以查封的 而且假如说这是民生必需品 也不能查封 比如说把你的冰箱查封之后 你就没办法用了 所以里面的人 就没办法去使用冰箱 这也是民生必需品 通常来讲 他们也是不会查封这些东西 所以总和来看 他只剩下一个不动产 可以去做拍卖 所以这个行政职民主 就他们自己认为说 这已经是最后的手段了 最后一个来讲是说 是不是为了18000元 去拍卖当事人的房屋 是不是违反比例原则 这时候就当然会有不同的见解 可是我看到这个想法是说 假如说行政机关 明明就是他还有房子 可是假如说我们都不做 那代表说 诚信男子这十多年来 所做的这十多次的违规 大家都要当作视而不见 即便他有不动产 因为我们也没办法去做查封 因为不符比例原则 可是大家可以接受一个人 就是说我违规 我闯红灯 我甚至什么 然后我什么都不缴 即便他有不动产 所以这个东西 在这些论述下来看 我认为 就我自己个人的宽点 我认为行政职讯主 在这一块来讲 我认为他是真的是依法行政 可是说当然就是说拍卖 这过程是不是有问题 这当然是还有待确认 可是我必须要说 因为他其实是四拍 意思说拍卖的过程中 其实第一拍没有拍定 然后还有第二拍 第三拍第四拍 这中间每个月 通常至少会有一个月的间隔期间 你只要在这每个月的间隔期间 你只要去跟行政经理去商量 说我要怎么还款 其实他都随时可以停止拍卖程序 可是在这过程中 陈姓男子完全都没有出面 他是不知道 对陈姓男子是说他不知道 可是真的到被拍卖成功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这件事情 总之这是一个看起来也带一点 背后有很多故事的 对是比较特殊的状况 我们不能说这个人一定多么可怜 但是没有其他救急方式了吗 以目前来讲 我看到最新的进度是说 本来是要在三月的时候 把这个房子点交给新的拍定人 但是现在来讲 目前来讲 先把它暂停这个拍定的程序 那后续的话就看说 陈姓男子有没有可能跟这个拍定人 去做一个看是有没有再买回的一个动作 他连一万八他都交不出来 你让他去 可是我看新闻他是说他要再多加五万块十万块去买 可是是拍定人他不愿意买了 对 这一下麻烦了 拍定人也跟他一样 我不知道你要 对 这是比较特殊的 反正就是这让我们看起来就 赖皮者可能会有人说赖子的问题 好 接下来有一个案子 这个我都有印象的 有个法官叫萧扬归 是 这个名字就很特别 十年以前他有因为他的孩子是肇事逃逸吧 对 肇事逃逸 是 结果他有进行官说 而且让他的孩子无罪 这个事情事隔十年之后 检方是要求再审是这样吗 对 这是检方提出的吗 对 检察官提出的 检察官提出再审 要求翻案 对 但是获准了呀 对获准了 就是说萧扬归可能是无罪的是吧 应该不是说萧扬归 他是检察官提起再审是针对萧扬归的儿子 叫做萧贤伦的肇事逃逸案件 是针对赵逃逸案 对针对赵逃逸案 那萧扬归他本来就 他其实本来没有犯罪 他只有涉及到官说 然后被惩戒的这个状况 只是说我简单来跟大家回复到这个案件的事实好了 就是前最高法院的法官萧扬归的 小孩呢 他叫萧贤伦 他在97年的时候在基隆市造势逃逸 就当时基隆地方法院判他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然后缓刑两年 而且并应该支付这个公库三万元 当时萧贤伦上诉二审 高院改判他无罪 然后检方也没有上诉 全案就因此就是确定了 这个案件判决确定之后呢 就爆发说有官说的这个丑闻 后来工程会审理之后呢 认定说前最高法院的这个法官萧扬归 确实当像当时高院的就是审理案件的这个审判长呢 高明哲进行官说 而且高明哲也有接受官说 而且高明哲接受官说的同时 他也代为像另外一个何一廷的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寿命法官 高玉顺来去做官说 后来他就是 等一下审判长向 寿命法官 就是审理案件的 直接审理案件的这个法官 因为一共三个 对一共三个 审判长还像其中的一个 也进行再官说 对再官说 然后他为了就是要帮他儿子拼 就是萧贤伦拼无罪 他当时是因为他儿子日后有可能考上那个法官 那是因为不能有这个记录 对不能有一个那个 类似有个污点在 所以他当时才会这么这样做 但是简单来讲 后来高玉顺没有接受 而且在判决 在无罪判决中 也附上这个不同意见书 后来工程会是决议说 判萧阳归休职六个月 高明哲他是降二级改叙 后来这两个人在事后呢 都是提前退休了 然后他们现在都是在从事律师的业务 那只是说在时隔十年之后呢 检察官就认为说 因为审判长高明哲这个判决呢 就是他无罪 给肖贤伦无罪的判决 已经受到这个官说的这个污染 所以何一婷就形同只有两个人判而已 就是不同意见跟同意见的那个票数来讲 就只有两个人 他会认为说 这个会影响这个判决结果 所以他们在去年的时候 就向高院申请再审 检察官检方 对检察官申请 这是比较少见 而且将近隔了十年再去做 其实因为他们假如再不做的话 隔十年之后他也不能再去做生意 追溯期 对就已经过了 所以这个算是最后的时间 好的 那至于结果如何 还不知道对不对 没有已经通过了 已经在审裁定已经开启了 在审开启 但是还 对 怎么判决 这些人判决还不知道 台北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是给个说法 明年四改基金会的 施红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 至于是 有一个新闻 台湾媳妇 被中国抓去 抓去集中营 对 现在还有集中营 就是新疆的所谓的再教育 对 这个 对 这个全球都知道 好 他这个涉及到了 台湾的什么 什么状况 他是台湾人娶的媳妇 对 就是一个 简单讲 他就是我们说的大陆媳妇 就是他嫁给台湾的 那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案件事实 这个案件事实就是102年 从中国维吾尔自治区 嫁来台湾的这个鼓励 这是音译 那在106年返乡探亲的时候 就音讯全无 到105年8月的时候 其中在105年8月公共过世的时候 他也没有返台奔上 就他的丈夫 A男就肃请离婚 然后因为鼓励都没有出庭答辩 然后一审法官就判决离婚 没想到诉约之后 这个鼓励突然间返 就是回来台湾 然后并且提起上诉 他在上诉理由是说 他在返回这个新疆的时候 被中国大陆抓去集中营 而且被强迫再教育 在当时他没有办法对外联络 后来这个高等法院审理后 他认为说 这个鼓励失联跟不奔上 是不能够归咎于他的 所以他撤销这个一审判决 那简单来讲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关于台湾 就是大陆 大陆人跟台湾结婚的这个法律的依据 首先来讲就是 我们按照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人民 判决这个离婚的次有 依照台湾地区的法律 就是台湾地区与大陆人民关系条例 第52条第二项有规定有明文 只要是台湾地区跟大陆人民 涉及到婚姻案件的话 原则上都是依照台湾地区的法律 所以这一件来讲 就第一个就必须要适用台湾地区的法律 这是前提 第二个来讲就是说 本件一审法院为什么要判断 他离婚的这个依据呢 它是依照我们民法1052条的规定 就是认为说夫妻间假如说有难以维持婚姻的这个重大室友 就可以主张说要离婚 但是这个室友必须要看他的亲重与否 因为夫妻都可能对这个婚姻有一些破坏 可是要看破坏责任的高低 责任重的不能跟责任亲的请求要离婚 比如说我已经通奸了 我不能因为我自己通奸说 我责任比较重 所以我要跟你请求离婚 因为我们有五额通奸的室友 所以只有责任亲的才可以向责任重的请求离婚 或者说责任相当的也可以去请求离婚 那什么叫做难以维持婚姻的重大室友呢 按照我们实务的说法来看的话 它是指说是不是婚姻已经生破绽 而没有回复的希望 意思是说所有人都处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所有人都一定会走向离婚的这条路 就是要用客观来判断 然后在一审的这个判决书 他是认为说呢 刚才说的这个 维吾尔族的这位鼓励 对这位鼓励呢 在102年9月其实就嫁给台湾的A男之后呢 在结婚的前几年他都是往返两岸 但是当时的状况都还OK 但是在106年返乡的时候 却就音讯全无 甚至说这中间连公共过世都没有回台奔上 所以呢 法院认为说呢 你确实是你拒绝与夫家联系 而且忽略家庭的经营跟维持 所以他判决两人离婚 结果没想到后来就是鼓励他上诉之后呢 他说他是在106年返嫁这个过程中呢 他就陪他们娘家的父母去过那个伊斯兰教的新年 结果没想到说当时中共实施所谓的少数民族再教育课程 他在10月的时候就被迫进入集中营去学习中文 还有所谓的专业技能 然后时间长达一年两个月 所以在这一年两个月过程中呢 他其实都没办法去对外联系 所以他没办法去针对他先生的这个离婚的诉求 他也没办法去做一个答辩 可是这个当时都是鼓励自己讲的 可是二审法官后来有发现 在鼓励失联之后呢 这个A男他其实有在106年10月 有跟鼓励的姐姐联系上 那可是他姐姐一直在107年的2月 才回讯息给这个A男 当时他的讯息内容是说 鼓励很好但是不方便跟你联系 然后当时好像已经有难言之隐了 然后又过了五个月呢 鼓励的姐姐又再传讯息给这个A男 跟他讲说因为手机的问题 鼓励暂时无法与你联络 言行受限 希望你不要有别的想法 然后还有他一周只能联系我们一次 通话时间只有五分钟 不跟我们在一起 再集中学习 之前没有告诉你都是有原因的 希望你能理解 就是说二审的法官呢 就依照这个讯息 还有鼓励他自己有提出 他跟公安的那个对话的通讯的记录 认定说确实是 他是不可抗的 对他确实是因为被中国大陆 送到集中营去做再教育 所以他才没有办法去做 后续不管是说奔上 或是维持婚姻的这个室友 可是他说他其实先 他也认为说先生其实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先生却没有关心说 他去集中教育的状况 反而是后来提起 就急请离婚 对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婚姻的破灭 不应该是 就是责任不应该归在古力的身上 所以他撤销一审的离婚的这个判决 是 但是这是撤销了 对 那么他还可以上诉 但是古力的先生 是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反应 目前来讲 我是没有看到新闻有说 古力先生对这个事情有没有反应 就是我们没看到他有没有上诉的资料 不过我之所以会选这个判决 来跟大家做报告 是因为就是我们觉得远在天边的那种 在教聚营或是集中营的这个状况 跟好像台湾比较没有关系 可是事实上很现实 它就影响到台湾目前来讲 就是至少我们看到一个家庭 就因为这个 这个事情而受到离婚的这个困扰 好的 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也跟新疆集中营是有点关系的 流亡藏人 要留在台湾 是 这个在之前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流亡藏人总共有三批 曾经有三批都 自由在台湾 重新我们做了不同的处理的方式 但是我先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裁定的内容 目前来讲其实是有六名 自台的藏人要求是说 希望能够 像继续留在台湾 不要被遣返出信 然后在目前来讲只有 其中四个向行政法院去申请停止执行 都被驳回 目前来讲真正通过了停止执行 目前只有这一个 那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裁定书的一个简单的内容 就是说这个流亡藏人 他其实是出生于印度 在104年的时候 他委托仲介买了一本印度护照 然后在同年6月入境台湾 后来被发现说 他是持有不实的护照去闯关 所以被假官就是处以他还起诉处分 然后在同年 他就向移民署去申请这个居留 那移民署在去年5月的时候 他就做出一个行政处分 认为说你既然可以取得 这个印度的这个合法护照 不符合居留的规定 而没有准许他 然后要求他10日内去自行出信 否则他必须要强制驱离 等一下 你要给我解释清楚 他的护照 印度的护照 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 其实是合法的 应该说这些移民署 他有发公文去给 我们印度的在台的单位 然后在台单位认为说 他其实是一个合法的 有效的文件 就是为什么他不符合 我们移民的居留的规定 因为我们移民居留 只要你是在印度尼泊 而且你是无国籍的人的话 你就可以符合居留规定 但是因为我们移民署 他发函给印度的驻台单位的时候 他回含附的内容是说 他是合法取得旅行的护照 所以移民署认为说 你这样其实你是属于 你是有国籍的人 而不是无国籍的人 他的国籍是印度 对就变成是印度 可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来讲 按照谁的说法 按照这个藏人的说法 是说我假如要取得印度国籍 我必须要放弃我藏人的身份 所以他认为说依照他的想法 他并不想要放弃他藏人的身份 假如说我真的取得印度国籍 我反而是要放弃藏人的身份 对他们来 以他们来讲的话 他们其实等于就是无国籍的人的意思 所以他们因此来去申请 所谓的停止执行 然后我简单跟大家办法 其实以我相关的资料来看 其实在1959年西藏动乱之后 就是我们的达乃妈出走之后 其实在就有蛮多的藏人 其实来台湾 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 跟2009年的时候 台湾曾经透过总统的特色 还有修法的方式去安置 两批的这个制台的这个流亡战 有多少人 人数我不知道 但是当时都为了这个东西 有去错过一个总统特色 跟一个修那个 入出国及移民法的规定 可是当时这个法律有规定 他只限于在1999年5月21号到2008年12月30号 渡国的这个印度或尼泊尔地区的无国籍人民 他们才可以在台湾合法的居留 可是在这时间之后的这个制台的藏人 又发生了问题 所以我们在2016年的11月1号 立法院又三读通过了一个16条修正案 这时候他的修正案又放宽到说 只要在2016年6月29日前 到台湾的印度或尼泊尔地区的这个无国籍人民 只要经过我们当时的那个盟战委员会认定身份之后 就可以许可他居留 2016 对就是在105年的时候 那这是第三批 对这是第三批 那他其实刚好我们这个案例的这个事 就是第三批的人 对那只是因为他是被印度认为他是有国籍的 所以到底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认定是什么 以目前来讲 只要按照法律来讲 依法论法的话 其实他是有国籍人 所以他应该要被驱逐 所以很多 很多的那个公民团也认为说 我们应该修正一个难民法的规定 让我们的法律上来讲 针对这些难民确实是由于法可拒 可以给他们合法居留 全民间斯改基金会也呼吁这件事情 对是 按照法律来讲 词